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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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此行的目的显然是许利亚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航母战斗群就是在东地中海发起了对许利亚的空袭 这次杜鲁门号的到来让世人更加景气 不过 杜鲁门号航母也有自己的软肋 那就是该舰目前还没有换装F35C隐身战斗机 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对许利亚进行隐身突防 而现役的FA18亿美楼战斗机 虽然也不错 但是 面对俄军部署 在许利亚的苏道35 苏30SM没有丝毫的优势 加上许利亚已经在靠近地中海的方向 部署了S3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俄军也有更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美军舰载机 要来那是 还是要点亮点亮的 显然 美军航母的抵达 并不完全是找俄罗斯和许利亚政府军开裂 一方面 这支舰队是给现在处于冲突之中的以色列打气 另一方面是帮助在美军支持下和ISIS打得不可开交 却又受到土耳其威胁的库尔德人 作为库尔德人的靠山 美国必要震慑一下 已经向俄罗斯偏倒的土耳其 好好敲打敲打 面得土耳其搞七搞八 总之 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的抵达 以及舰上舰摆架战机和护航舰的战俘巡航导弹 都是美国手中的一张号牌 毕竟拳头就是规矩 分钟 杜鲁门号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